到时候好像没了 你把锁别别 那到底没没没啊 我也不知道没没没啊 要没 要是没没 你让我别 别别了 别吐了咋整个 你个儿别 OK 请回答是以下哪个选项 A所开了 B所没开 C 我们也不知道开没开 请留下你的答案 A B还是C 怎么样 算是考他们了吧 我自己都差点没证明 自己差点都没证明 来 底下有人说 我这个辽宁人在此 好多人选B 好多人选C C是啥来着 C是 我也不知道开没开 B是他没开 其实我觉得B和C 都有点关系了 来我们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 解释一下 我们来翻译一下 翻译一下我们这段话 各位同学做好笔记 重点可以记录一下 来我们东北话呢 就是钥匙好像没了 就是没有了 这大家都知道 没错 你把锁别别 就是你把锁弄一弄 就是你把锁弄开 或者拿个这个头掐子 你给它 给它 别开 别开 然后到底没没没 就是到底没了还是 到底没没 到底是 到底没了没有啊 对吧 到底没了没有啊 就是没没没 就是到底有没有 到底没了没有啊 然后这边 我也不知道没没没啊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没有了 有没有啊 有还是没有啊 OK那我们最后是 就是要没没 要没没 你让我别别 就是要是还在的话 你别让我去把这个锁弄开了 别别了 就是别弄了 别弄了 别弄了 然后别突乐了 咋整 就是别把钥匙整坏了 咋整 然后你个个别 你自己别 就是你自己去翘去吧 个耳朵 不是你个耳朵 个耳朵 个耳朵 OK 好了 所以选B选C 我们这边都算大啊 多算对 来我们多选题 好的谢谢 谢谢各位 这是我们第一道考题 那第二考题呢 就是阅读理解题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读一下 你自己的台词 然后大家请写出 以下东北话 所幻化成的诗歌 三二一开始 好的 那就是 尿敲的我走了 赠云我尿巴的来 我得了八搜的招手 墨迹西天的云彩 能听懂吗 大家把是哪一首诗的东北 哪一首诗的东北话翻译 请写上 请写在我们是四个字的啊 大家打出来 再别康乔 恭喜大家回答正确 我怎么看到那么一几个 说悄悄的我走了 我们这个诗教带别康乔啊 不叫悄悄的我走了 OK好嘞 这是我们